今天在简单的跟大家 聊一聊这个债权回收的一些技巧问题 这个简单聊一聊就行了 那么我们说 如果是说财务风险防范不到位 或者是说不管因为我们管理缺失也好 是因为外部的对方的信用缺失也好 那么这个坏账的问题 或者说这个欠款的问题是无法避免的 可能是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清签前的准备 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确认一下 就是我们要规范签约手续 不给坏账留后路 就刚才我们在讲到的这个问题 整个的就是我们在签订合同之前 签订合同的时候 合同履行过程中 我们要规范我们的签约手续 不要给这个坏账留后路 就杜绝掉那些我们能够控制的这些风险 第二个呢 是信用评估的综合运用 就是我们在签约的时候 签约过程中 我们要随时对对方的信用进行评估 有没有变化 他的还款能力 他的信用程度到什么程度 我们要进行一个基本的了解 当然现在全国的征信系统还不是很完善 当然现在还在做 我们也在做一些某些这种的信用评估的 一些这种的手段 就是信用评估 以后在大数据的时代 所有的企业的信息 可能都是无所遁形的 我们应该能够通过某些手段 拿到他的信用报告 所以最早的时候 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 工商局也好 哪里也好 很多这个政府会给很多企业 众合同属信誉的单位 给企业发那么一个东西 那么看到那么一个牌子 可能大家就觉得心里比较安定一些 那以后的信用评估体系的建立完善以后 大数据的体系这样完善起来以后 每一个企业在网络上也好 通过某些渠道也好 那也会有一个心急的评价 它的整个的综合信用评估 这是一个要涵盖一些内容 第三个呢 一个企业如果是说面临 经常面临收款问题的话 那一定要有个收款的强人 人的作用 永远比制度的作用可能要强一些 这是我的认识 这个是加强对应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 就是我们要随时了解我们的应收账款有多少 哪些到期了 哪些应该催了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去催账啊 这个人你想让他主动的去还钱 这种可能性有吗 但是可能相对来说比例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还是要经常的给他催一催 不要让他把这个账忘掉 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个事情 另外一个呢就是做好内部控制 做好内部控制回款打好基础 就是我们整个的合同旅行过程 合同旅行 合同签订 随后的这个债权确认这些过程 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 做好内部的控制 那就是我们管理不要让他有缺失 那么最后一点呢是良好的售后服务 我们认为是回款的 无形利器 那么在我遇到的很多的这种的欠款中 纯粹欠款就是没钱还那种情况 有吗 有 其实也是很少 很多时候是什么呢 对方多多少少会提出一些问题 就是我不愿意付他这个违款 是因为他的产品质量问题 产品质量也无所谓 那么哪个产品还能没有点质量问题 有了质量问题 他们的售后服务跟不上 卖款卖东西的时候 那我是上帝 等到我这边出了问题 我要找他的时候 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他是我的上帝都不行了 那么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个内部的管理 一个管理流程 对企业对产品的流程管理 那么让客户让他觉得不好意思付款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利器 还有一个应对要领 就是我们在催收的时候 注意定期拜访 这个就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说这个对应收账款的日常管理了 对欠钱的人 你一定要经常的提醒他 经常的提醒他 这个态度至上 这个态度并不是说我一定要 求爷爷高奶奶求着他还款 不是那么一个概念 我们要掌握好我们的态度 到底是要不要跟他翻脸 是要先礼后兵还是先兵后礼 那都是我们需要考虑问题 还要掌握他的心理 他的心理防范点在哪里 他不还钱是为什么 这个我们要多少掌握一些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要有一个收款强人呢 这个都不是说一个普通的业务员能做到的 就是在拜访态度掌握 跟他们催款的这个过程中 也是证据收集的一个过程 这我们考虑在证据收集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在跟他要账的同时 是在确认债权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概念 就适当的采取一些包括录音也好 包括我们的这个聊天记录的这个留存 那个都是需要我们来做的一些东西 追账时间 我们认为追账时间 他们这个是一个大家的 就是比较能够理解的一个时间 你不管是实时监控当时催收的阶段 那么到7日以后 不管通过销售部财务部法务部 通过不同的部门 然后循序渐进 销售部我卖给他的来跟他要钱 我这个东西就是我卖给你的 那您到付款了 我来给您推款很正常 那么这个催款还不到期的时候 这个钱可能这个账目 我们管理可能就放到财务部去了 财务部门的人在进行去催款 最后叫法务部来催 法务部催就比较严肃一些了 法务部再催不了 那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律师诉讼 或者是商商公司来追收了 那就是一个到了一个最终的一个 一个这个后果 那么作为企业本身追账的 那在涉账期以内 就是说到了应付款还未付款 这个期间前后的这段时间 或者说就是说 在付款之前 应付款之前这段时间 这是一个最佳的收款时间 向客户发出清晰明确的书面的对账通知 一定要跟他约定付款时间 并且到时候就去拜访他 因为这个时候也是在我们保留证据的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是逾期了超过30天 不到30天的时候 那时候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电话推讨 了解原因 要求提供证据 然后及时的跟他这个催款 发催款函 当然这种情况是我们要 还是适当的 要适当 注意适当这个情况 如果是一个 尽量的不要激化矛盾 就不要激化矛盾 如果时间比较长 逾期到了60天以内了 就要发紧急的书面催函 这时候就要提高一个收账级别了 那最早的时候 我们收账可能是我们的销售员 第二次的时候 可能就是我们的销售经理 再下一次 我们就慢慢的提高级别 那不要一上来就让劳动去催账 劳动催账就没有任何的退路可言了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那么如果是说 逾期超过三个月 如果超过三个月 这时候如果还要继续的有这个 进一步订货 你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你还有订货 还需要我再给你发货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要考虑 不能再给他发货了 风险就很大了 如果他还要求发货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求他付清签款 而且同时对新来的订单 要进行现款交易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还没有收到他的陆续付款的话 我们就要让他给他发出最后的期限 告知最后期限 军事上讲叫最后通牒 我们要最后通牒 如果是在90天以上了 三个月以上了 那么就要采取一些行动了 因为这时候可能就已经 这个账目可能就会进入一个 他可能要会转移他的相应财产的 这么一个状态了 所以要提起注意 电话催收的一些要领 要求确认对方身份 因为电话催收 我们这个时候是需要录音的 催收的时候是需要录音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这七点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 一定要做到的 第一要确认对方的身份 虽然你们在若干四的打电话过程中 双方已经互相确认身份了 知道这个电话号码是谁 你也知道他是谁 他知道你是谁 但是在每一次录音 尽量尽量的要做到确认 对方身份的确认 但自己身份的确认 第三要求立即还款 先不要考虑其他的问题 直接问要求立即还款 您看您欠我们的100万 三天之内能不能给我们打过来 类似的话 或者是问您欠的100万 您公司欠的那100万货款 什么时间能付 同时了解他的逾期原因 施压 尽量得到一个承诺 如果得到一个承诺 我三天之内付 那你到第三天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再给他打一个电话 那我们就要做一个记录的跟踪 做一个相应的跟踪 那么书面催收呢 有这么几种情况 有对账单 我们发对账单 提醒函 催款函 这三种形式 它的层级是不一样的 对账单 从证据销利上讲 是非常高的 对账单如果对方签收了 那就证明这个钱没有问题了 就说这个债权的确认没有问题了 如果对方不签收 我们发出去 也能够证明我们向他主张这个权力了 要提醒函 提醒函的这个效应呢 可能在中间一些 催款函可能这个 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层级了 就说这个矛盾已经显现 我就是直接给你要钱了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对账单的一个 一个东西 最后的方式 我们才是诉讼催收 我是一个律师 但是我从来不建议大家上来就打官司 没有任何的好处 而且成本非常的高 时间非常的长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通过其他方式能够做到 我们来评判一个事情 是不是需要诉讼的时候 我们考虑这样几点 第一个对方是习惯性拖钱 还是最终会 但是最终会支付 有的企业也好 这个人总是人的这个劣根性也好 是本性也好 都是这样的 往自己家里拿钱可能都容易一些 往外掏钱可能心理上都不舒服 哪怕这个钱就是别人的 所以我们把一些主动还款的人视为道德很高尚的人 其实有的人他欠款 他并不是因为他 他想欠你钱 也并不是他没有钱 他就是习惯性的拖欠 我总觉得就跟这个人开会 你要是八点钟约定 通知八点钟开会 指定要到九点才能开完 他就是习惯性的要拖延一下 如果你能够判断他就是习惯性的拖延一下的话 那就不要跟他诉讼 再一个 你判断对方是不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困难无法付款 这种严重的经济困难无法付款的话 你就及时起诉他 如果还在诉讼时效期间内 你就起诉他 可能你也都拿不到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要判断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还要看 对方是不是已经将大部分的自有资产 抵押给其他方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起诉的话 能不能拿到我们的钱 再要考虑就我们的证据是不是充分 我们跟他起诉 不管起诉欠款还是起诉什么 我们的证据一定要充分 你的证据是否充分 这个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要看 即使是胜诉了 能不能拿回来 就他的执行能力又如何 当然有的时候 如果是说 即使他也有严重的经济困难 也胜诉后也拿不了钱 但是我们的诉讼时效到期了 那我建议可以通过诉讼手段 也可以通过定期催账的手段 如果对方已经不再回应你的催账的话 那实在不诉讼没有别的办法 所以我们诉讼前一定要考量一些问题 而且没有起诉的时候 不要拿着起诉要些东西 不要拿着起诉吓唬别人 起诉这个东西 诉讼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用来吓唬人的工具 可能有的时候可能都吓唬不住人 第二个呢 当所有的工作我们都做完的时候 但是欠款方还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候就要决定起诉了 因为不起诉没有别的办法了 就穷尽一切手段之后 我们再考虑起诉 当然我们在正式起诉之前的时候呢 最好与对方再深入的沟通一次 我们讲了就叫人治易尽 先礼后宾 那这是我们需要考量的一些问题 这个呢 是我们要做诉讼追账的时候的一个 这个证据的准备 证明当事人诉讼主体 证明合同关系成立 证明欠款情况 证明对方其他违约事实 证明我方损失 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计算清单 你要什么钱 要的多少违约金 你按照什么计算的 这就是我在一开始讲到这个课题的时候 给大家讲在签约的时候 我们的违约条款 违约计算依据一定要清晰 你如果那个都不清晰 你这里计算怎么计算 证明纠纷属于受诉法院管辖的证据 证明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证据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这样几个证明 这是原告和被告分别提供的不同的证据 提供不同的证据 关于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和合同管理 是贯穿的一个企业从设立之初 一直到最后经营结束 整个全程的这么一个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